第1130章 半步伐向静后期 就在那一对鬼爪即将抓到客栈的一瞬间 一道犀利的剑气当空袭来 直接横扫而出无尽的兵器 竟然将周围都给冰冻住了 轰 那一对鬼爪猛然和长剑狠狠撞到了一起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那一团鬼爪上居然被割裂出了一条巨大的伤口 鬼灵王一声惨叫 连忙收回双手 上面一条巨大的伤口清晰可见 甚至身可见骨 如果不是他的双手否同寻常 光是刚才那一件 就能将他双手斩断成两半 谁 鬼灵王神情 阴晴不定的看向远方 却见一个女子的身影 悠然而立 正是叶谦谦 你是谁 鬼灵王望着 这个女子 有些惊疑不定 她的实力 她非常清楚 即便是正白衣 也敢一拼 刚才那一抓 虽然没有用上权力 但是她自己很清楚 那已经是等于等贤法向进三重天的高手 全力一击了 居然被这一剑斩坏了双手 你滚 叶谦谦只是简洁明了的说道 我要是不走呢 鬼灵王眼睛咕噜一转 冷声说道 她身为南方海域四大天王之一 还从来没有人敢让她滚 这人类女人开了先例 那就死 叶谦谦目光平淡 没有丝毫犹豫 哈哈 敢在我面前这么说话的 你还是第一个 鬼灵王怒急返笑 瞬间她的身体飞窜了出来 一下子就已经冲到了叶谦谦的跟前 就在她的双手 即将抓中叶谦谦的时候 莫得 叶谦谦手中的长剑 瞬间刺穿长空一般 精准的刺向了鬼灵王的喉咙之间 难以想象的速度 竟然后发先至 先刺到了鬼灵王的喉咙之间 鬼灵王顿时大惊失色 连忙脚下猛踏 直接身形往后掠了出去 这才堪堪避开了这一剑 但是她的喉咙口 多了一道冰封的剑痕 说明了刚才的情况到底有多么的紧急 如果她稍微反应慢一点的话 刚才那一剑就能让她彻底毙命 她大惊失色 这女子到底是谁 居然能够威胁到自己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就算是法相境三重天的高手 都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难道自己之前感觉到的威胁 居然是这个女子不成 不对 她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这个女子明显在守护这个客栈 而这个客栈之中有什么 居然能够让这个女子在守护 这女子的实力惊人 绝对能够位列绝在天骄的行列 甚至比她还要恐怖 能够比肩正白一等人 但是却甘心潜藏在人群之中 护着这一座客栈 可见 这个客栈之内 肯定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人物 或者东西 那里面会是什么呢 她的心思顿时活络了起来 如果是什么宝物呢 想到这里 她的贪婪一下子占据了大脑 你的实力很强 没想到 人族之中 居然有你这样的高手 为什么不出手 她问道 但是眼珠子却是死死的盯着那个客栈 我只守着她 其他人 与我何干 叶千千淡淡的说道 仿佛真的是漠然一般 正如同叶希文第一次见到叶千千时候的场景一般 如果不是叶希文表露了同是人类的身份 也表明了是来救她的 她或许会看着叶希文去送死 也丝毫不管 在她的心中 有些人重要 有些人 与她何干 嘿嘿 难道这里面的是你的情郎不成 鬼灵王嘿嘿一笑说道 试图从叶千千这边套出什么话来 想死的话 我可以成全你 叶千千冷冷的话让鬼灵王顿时一致 双眸之中 一场凛冽的杀鸡释放了出来 叶千千神色不变 也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似乎仅仅只是想要护着客栈之中的叶希文 其他人 根本不足以让她为之侧目 莫得 客栈之中 一股强大的气息渐渐扩散了出来 这是 有人在闭关 鬼灵王是何等老恋 几乎是一下子 就已经反应过来了 这是有人在闭关 要突破的前兆啊 如果是平时 她或许根本不会去多看一眼 但是随着这股气息的不断攀升 她心中的危机感也在不断的攀升了起来 那种致命的威胁的感觉也在不断的提升 让她彻底确定了 她心中的那股不安的来源 不是来源于别人 不是这个女子 而正是这客栈中的那个人 想到这里 她就更不可能让客栈中的那个人能够突破成功了 不然恐怕真可能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她对于自己的直觉非常有自信 她平心静气 看似已经放弃的样子 但是神念却是不时的朝着那个客栈之中扫了过去 但是那个客栈之中 仿佛是被什么东西给隔绝住了一般 居然直接隔绝了她的神念的扫描 果然是有人在突破 绝对不能让她突破成功 而这个时候 四周都是厮杀声 而突然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整个城墙的坍塌了一角 无数的血兽开始疯狂的奔涌了进来 顿时无数的高手都开始喧闹了起来 要知道 原本将他们挡在城墙之外 众人还能想办法抵挡的话 那么现在随着这些血兽冲了进来 众人没有了城墙的地力 恐怕将会更惨 果然惨叫声 此起彼伏 有很多在城墙内的高手 根本没有防备城墙会突然坍塌了下来 根本毫无防备 就有数百人被奔涌进来的血兽 给扑倒在地 生生咬死 顿时 所有人都震惊 纷纷叫喊着 要将这些血兽给挡住 如果不将这些血兽挡回去 将缺口补上的话 后面那些血兽大军 源源不断的进来 那么他们可就真的完了 这些血兽和血妖 由于被人控制了神志 所以根本就无所谓牺牲 也不知道恐惧是何物 唯一的想法 就是撕裂眼前的这些人类 但是这些人类 舞者却不能像是他们这般 毕竟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类 许多人都恐惧了 但是这个时候 却也知道一点 他们要是随便倒下了 那么就是真的没有机会了 怎么 还不去帮忙吗 鬼灵王似乎是 饶有兴致的看着那些人类被屠杀 饶有意味的看着叶千千 似乎在击他去帮忙一般 现在整个血兽大军涌入的越来越多 城内舞者组织的防线也是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一尊法相静三重天巅峰的高手能够去帮忙的话 还是能够立刻见效的 甚至能够将这些血兽血妖都给赶出去都有可能 叶千千不为所动 根本就没有要出去帮忙的意思 仿佛全世界在他眼中 都不如叶西文一个人重要 不过这个时候叶千千不动 但是剑无双几人却是当即直接跃下城墙 赶到那一出断裂的城墙处 开始围杀那些冲进来的血兽和血妖 以剑无双和白汉墨为剑头 直接冲进这些血兽之中 有叶千千守在那边 众人也都放心 叶西文也暂时不会有什么事情 天空之中 郑白义和陈楚山之间的战斗 已经越发的激烈了起来 陈楚山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无数 一条巨大的洞口在腰间 不断的滴落着鲜血 他那长满了鳞片的脸上 充满着猙獰的表情 恶狠狠的看着郑白义 恨不得将他生生吞噬掉 而郑白义这个时候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胸口而已有一条巨大的伤口 差点没将他劈成两半 哈哈哈哈 大局已定 大局已定啊 郑白义 你们死定了 死定了 城墙破裂 你们甚至连空间打开都坚持不到 哈哈哈哈 原本我只是想留下百万人足 炼制血缘丹 但是现在看来 千万人我也是留得下来的 哈哈哈哈 陈楚山哈哈大笑着 牵动身上的伤口 剧烈的疼痛 让他整个人的表情更加猙獰了起来 但是他却笑得更加开心了 B 他将手指放入口中 吹了一声极为响亮的口哨 响彻整个战场 刹内间 二十多尊强横的身影从虚空中出现 直接顺着那崩塌的城墙 冲了进去 这些身影所过之处 人足的防线 几乎是刹内间就崩溃了 溃不成军 这居然是二十多尊法 向静三重天的高手 刚才一直潜伏着 现在全部都冒出来了 全部都是血蒙的高手 为的就是现在 有了这一支生力军的加入 让人足的整个防线 都瞬间岌岌可威起来 而人足方面的法相 静三重天的高手 全部都被纠缠住了 虽然他们联手压制了天野公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 却也被天野公子拖住了 根本没有办法脱身去帮助他们 以至于偌大的人足 居然找不到一个 能够抗衡他们的人来 这是绝对让人没有想到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客栈之中 一股宏大的气息 开始从里面沸腾了起来 无数的血气 开始呈现螺旋状 被吸入了其中 该死 管你是谁 都给我去死 鬼灵王一声抱贺 一双鬼爪 当空朝着客栈抓去 又快又急 几乎是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扑落 速度之快 又是突袭 竟然连叶千千都救援不及